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有一个网友在生日的时候收到女朋友送的礼物是一本优惠券 这一张张的优惠券上有各种不同的优惠内容 比如说让对方洗衣服 吵架算你赢 帮你打扫房间 今天为你做晚饭 允许你打游戏 我保证不抱怨 还有一个你随便填的券 这个礼物可是乐坏了我们的网友 每次只要出示其中一张优惠券 女友就会按照上面写的内容执行 不过每张优惠券只能使用一次 这个礼物是不是很炫酷呢 这样有创意的生日礼物的点子 大家都记住了吗 再来看这条微博 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亮相 到2014年1月浙江省率先开放单独二胎政策 全国多地该政策相继迎来实施一周年 然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想要让父母要二胎 并且以绝食自杀聚上补习班 来威胁父母的势力并不显见 不仅小孩子又拒绝二胎 福州一名大二女生也和父母进行了两年的抗争 发脾气吵架爵士轮番上阵 结果父母身孕欲望强烈 导致了这位女生得了心理疾病需要求医 咨询师表示 面对子女反对二胎的情况时 父母应该要尝试去理解 并且及时做好心理的疏导 安抚孩子而不是硬碰硬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